南投县113年联红杯五人制幼儿足球检标赛 日前在县体育场盛大登场 共计33所本县公司立幼儿园 小选手们各个精神抖擞着在球场中标球季 不论是传球、盘球过人、圣门都具有专业架势 场边老师及家长加油声不断 场面既紧张又有趣 很高兴今天联红杯足球五人制幼儿的比赛 今天要正式开始 那联红企业从108年开始就来我们南投 来协助办这样的一个活动 那到今年已经是第五年了 那我们从去年的49队 那今年更扩展到33校60队的这个规模 那其实足球是一个全世界非常风行的运动 那最重要的是大家的体育竞技 那大家可以配合学习这个团队的合作 那而且因为只要有一颗球 有一个球门其实大家就可以来踢了 所以是一个全世界最风行的运动 那在我们南投其实每一年我们都有获得不错的成绩 我们还有很多的选手在全国的比赛上面都获得了非常好的成绩 那在今年也获得也有一位选手 那今年也获得这个金薛奖 也进最多球的这个奖项 那其实我们也希望说我们的孩子的各项的活动运动 都可以从小扎根 所以很高兴 再次感谢联宏企业的赞助 还有像维塔路公司 还有我们的台体大 其实很多的地方的企业 还有公司部门都一直在给地方的协助 那让我们的孩子能够在那么好的一个情况下面 那能够开心快乐的踢球 开心快乐的运动 那大家可以看得到其实哨声一响 孩子们追逐的球 然后很开心的在操场上面奔跑 我想这是我们做家长 做父母 做为人师长 最开心看到的一个状况 县府红秘书长表示 脸红杯五人至幼儿足球锦标赛已经连续举办五届了 今年报名参加的队伍较去年增加11队 达60队规模 成长幅度近两层 显见足球运动在南投渐显成效 那我们这个练红杯的这个足球锦标赛已经办了连续五届 那这个活动是由我们南投县政府 还有这个南投县的体育会 南投县的这个足球委员会 最重要的就是由练红企业 还有我们这个台湾体育运动大协的这个球类系 一起共同来主办 那经过大家的努力 努力的推广 那今年我们有33所的这个公司力的幼儿园 总共有60队队支援总共有600人来参加 那比去年已经成长了11队 那可见的我们最近几年的这个 推广足球运动的一个成效 那我们从109年5月22号 也是在体育场 这个我们练红台体的这个足球培育发展中心挂牌之后 那在这个我们练红企业 还有这个台湾体育运动大协 跟体育会 足球委员会 跟我们南投县政府 这边共同努力之下 那我们从幼儿园 国小国中 这个足球的运动 已经非常的兴盛 那过去几年的成绩也非常的优异 那比如说今年的这个 国中与真主的这个 全国的这个足球这个联赛 那我们也获得季军 现议员林如阳希望透过赛事 可以扩展南投的体育风气 更重要的是让孩子们多走出户外运动 远离电子产品 我们也希望说除了这个运动竞技 也希望说我们可以扩展南投的体育的风气 那足球的运动的人口之外 那更重要的是能够让孩子们走出户外 像因为现在的我们从小的家庭的教育 其实很多的孩子 在家我们可能也是用3C用平板 那用很少接触到这个体育跟大自然 我觉得是非常可惜的 所以很高兴有这样的一个场合 我觉得让很多的孩子平常都能够多运动 那其实他们有找到他们喜欢的事情 他们快乐的事情 对于他们的未来的身心发展 还有对于智能的这个发育 其实都有很大的帮助 在这边要再请求所有的家长们 大家一起关注我们孩子未来的发展 那给他们更多运动 运动活动的这个机会 那我们一起支持孩子的兴趣 那让他们能够开心快乐的成长 县府红秘书长表示 为了鼓励这些小小足球员 县府特别准备奖状 联红企业庄董事长则是准备了客制化的奖牌 要送给这些小小足球员以鼓励他们 那我们也希望说大家共同努力之下 未来我们的足球运动能够更加的一个兴盛 那今天我们为了鼓励这个我们小小的足球员 一起来参加比赛 我们也准备了很好的这个奖励跟奖品 那我们为了顾及到我们幼儿的这个体力的负荷跟参与感 我们把每四个队变成一组 那每一组都有这个冠军奖杯 还有优胜奖牌 那南投县政委也准备了这个奖状 那另外我们炼红企业庄董事长 也非常贴心的这个打造了这个每一位选手名指的这个奖牌 那要送给每一位参加的这个小小选手 那我想这个应该是小小选手的人生的第一面的奖牌 这个意义非常的重大 那我们也希望这是一个好的开始 未来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也能够一路过关斬将 都能够保持了非常好的一个这个成绩跟成长 那我们希望所有的参赛的这个家长跟我们的小朋友 都能够有一个愉快的一天 大家也都能够发挥平常训练的这个水准获得很好的成绩 今年再度来到南投这边 看到小朋友他们的眼神精神抖手 真的是让人家无比的兴奋 我们联红十业能够这样有这个荣幸 参与这个足球的这个赛事 来培育这些孩子们 让他们在这个足球的这个教育 跟我们的教练的代理之下 来这样成长 给他们在他们的人生的初期 就在人生这个方向观念 还有这个运动的精神从这里就开始奠定了 张和国小副社幼儿园主任吴智慧表示 他们已经连续参加好几年幼儿足球锦标赛 吴主任认为足球运动可以让孩子们更懂得团队合作 是一项非常值得推广的运动 今天带队来参加 五人字红年辈足球赛 我们已经连续好几年来带队参加了 我觉得足球赛对幼儿来说是增进团队力 增进耐力 最重要的是孩子有临场的反应能力 还有呢跟团队之间的合作无间 我觉得足球赛呢 是一个很值得推广的活动 也有鼓励大家来参加幼儿足球赛 我们今天有推广到应该是第四年了 然后举办的时候我们本来从第一队 然后接了两队 我们去年还四队来参加足球赛 那今天因为孩子年纪比较小 我们就两队来参赛 但是看到孩子在球场上开心的跑跳碰 就是说他们之间合作无间 老师可以看到他们之间的默契跟友谊 这是足球赛很重要的一环 而在现场也可以看到许多家长 在一旁努力地为小朋友加油喝彩 由此可知 家长们也都非常认同足球运动 每一场足球我都会来参加 那我孙子是在这边 每一场都有参加足球比赛 那我觉得足球是一个对小孩很好的运动 包括团结力还有小朋友互相的运动 所以这边我觉得学校真的非常的棒 而且我们的南投也会举办这个活动 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 那也希望说我们南投 升线政府也能够每年多多地在举办这个部分 银盘非盈利幼儿园园园长许淑如表示 幼儿园推广足球运动让小朋友们从中学习团结 以及怎么解决问题 所以家长都非常认同这项运动 也非常支持孩子们做自己喜爱的运动 我们银盘非盈利幼儿园成立足球 这个活动已经成立了三年了 那因为有校友会的支持 所以这个部分就是由校友会来支出经费 然后让孩子在课后留言的活动时间 有一个利用学校的场地来进行踢足球的活动 那因为刚好南投县政府也有举办了这个足球活动的部分 所以我们就是从去年我们就开始来参与这个活动 那家长其实反应都蛮好的 因为从足球活动里面就可以看到孩子的团结合作的部分 以及怎么解决问题这个部分 甚至是运动本来就是对孩子是特别好的部分 对所以包含这一次就是预备案的部分 我们家长还是全部都到齐 对对对对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活动 对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来参加 足球运动对幼儿来说是一项非常好的运动 郑善美幼儿足球教练何明泉就表示 郑善美足球队从民国90年一直发展到现在 因为足球运动只需要一颗球一个球门 就可以让小朋友们不断跑动 我们曾善美的小朋友 平常每天早上必须要有30分钟足够的运动 那足球运动也是我们非常重视的一环 那我们免费帮孩子来做一个训练 那每天会一点点简单的家庭作业 可以让我们的爸爸妈妈跟小朋友在家里面有一个互动的练习 那日积月累下来其实每天15分钟到20分钟 那两个月三个月下来就可以看得到成效 那我们每个礼拜一次的团练 藉由比赛来让他们有增加一个比赛的经验 最重要还是每天一点点的练习就可以看得到成效 足球运动对我们的幼儿来讲是非常好的 基本上它只需要一颗足球 就可以让5个到10个20个的小朋友一起来运动 那因为它必须不断的跑动 然后就如同我们的那个赵教授讲的 脚底下的功夫好的话相对的会带动我们的脑神经细胞的一个发展 所以我们非常认同这样的一个足球运动 所以我们非常的投入 曾三美幼儿园发展足球运动 到目前的话大概是从民国90年一直到现在都持续的 不管有没有比赛 我们都不断的在培养孩子 从事这样的一个很快乐的运动 县体育委员会总干事洪明慧表示 很开心看到南投县的足球运动渐渐在兴盛 比赛也都有得到不错的成绩 希望未来在县府和县体育会共同配合努力下 能让南投县的足球更上一层楼 真的很高兴五年来一直在由企业界来支持南投县的足球运动 目前这几年我们南投的足球发展 从过去的没有到现在我们也到小小的世界杯 我们也拿到了冠军 我们在联赛我们也拿到前三名 这是非常不简单的 短短的五年之内 南投县的国小足球慢慢的成长 但是我们也很遗憾 本来我们做一个三级连线 有的孩子有的家长 因为得到民事以后 我们的选手又外流了 我们希望说将我们的根继续留在南投 让我们好好来照顾他 尤其我们许书和许县长 积极的在支持体育运动 南投县体育会在我们潘毅全副议长 跟他的夫人罗一勤理事长大力的支持下 我们现在每年都有向体育署 争取到金会来办理中部地区的三级足球连赛 这是我们今年是第二年的开始 我们希望说将我们过去默默无分的 南投的足球 能够在我们县政府做一个指导 还有计刑界做一个联合以后 我们整个共同来做一个发展 让南投的体育 不管在经济性方面或是休闲性方面 都有一个很好的表现 我们的体育经费在现场就近以来 有益出的更多的经费 我希望说把这个钱放在我们需要的地方 希望借由企业的赞助抛砖引玉 帮助南投偏乡发展普及足球运动 未来培养更多体育人才 让南投足球运动能在台湾占一席之地 明毅新闻庄仪廷专题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